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据美联社10月10日报道 拉坦 塔塔之子 塔塔集团董事长 前德拉塞卡兰 恩·占达塞克兰 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这一消息 并称拉坦 塔塔为一位真正不同寻常的领袖 他的巨大贡献不仅塑造了塔塔集团 也塑造了印度的国家结构 印度总理莫迪称 拉坦 塔塔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商业领袖 富有同情心的人 并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 拉坦 塔塔1937年 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帕西家族 他早年赴美深造 毕业于康奈尔大学 获得建筑学和结构工程学位 在哈佛商学院完成了高级管理课程 1962年 拉坦 塔塔加入塔塔集团 从基层做起 先后在塔塔钢铁 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 国家无线电和电子公司Nelco工作 1991年 拉坦 塔塔接替其叔父贾姆歇特吉 塔塔 JRD Tata 成为塔塔集团第三代掌门人 引领集团走向全球化 在他的领导下 塔塔集团收购了 包括英国汽车品牌捷豹路虎 英国泰特利茶叶公司 和欧洲钢铁公司 CORUS在内的多家国际知名企业 这些举措虽然增强了塔塔的全球影响力 但也引发了关于市场竞争 品牌管理和文化整合的讨论 拉坦 塔塔在其领导塔塔集团的二十几年生涯中 成为印度最具国际认可的商业领袖之一 2012年 拉坦 塔塔荣修后 被任命为塔塔集团名誉董事长 印度政府于2008年授予他莲花次勋章 Pegma Vipassian 这是印度政府颁发的第二级公民荣誉奖 授予在各领域为印度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 在商业领袖的身份之外 拉坦 塔塔也是一位慈善家 他通过塔塔信托基金推动慈善活动 从学校到著名的塔塔社会科学研究所 都亲自参与其中 塔塔集团由贾姆谢德奇 塔塔 张塞芝塔塔于1868年创立 是印度最大的综合企业集团之一 涉及能源 汽车 钢铁 消费品和信息技术等多个业务领域 截至2022年3月31日 塔塔集团共有29家上市企业 总市值为3110亿美元 本人都在用三十万 三十万 转发工资 转发工资则 总市值为3210亿美元 合作工资创立 总市值为3210亿美元 在一方形成用上市企业 室issy为3210亿美元 非常地面对 感谢观看